大家好 现在木杀记事说手艺的单元 为大家介绍的是快速美编 这个是我做出来的一些快速美编的作品 那它是怎么做的呢 第一个呢 我就是先把我的主题照片先准备好 然后根据我所要的尺寸 然后选择我所需要的口袋式的相片美编的封套 这个都有各式各样的尺寸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一一介绍 然后呢 我接下来因为我要美化我的画面呢 我就准备了一些图卡秤纸 可以让我在美编上面需要的时候 可以陪衬装饰使用它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要为大家介绍 当你有了这个口袋式的相片美编 护套的时候呢 那你又如何去选择这些图卡秤纸 来方便你的作品 快速的可以使用它 好 比方说我选择我如果选择这个六层四 六层四的口袋式的相片护套的时候呢 那我就会去搭配使用选择 类似像这样子的图卡秤纸 因为呢 它六层四刚好呢 可以让我裁剪起来呢 就可以马上就可以做为我的装饰上的使用 让我加速我的作品完成的速度 这些都是六层四的 那当我选择照片是四层六的户套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的照片呢 都是属于这样子直立式的时候呢 那我就选择类似像这样子的图卡 因为裁剪之后呢 我就可以马上的来运用它 如果呢 我的作品呢 我的照片呢 都是比较小张的照片的时候呢 我可以选择的 就是像这样子的秤 图卡秤纸 因为它裁剪下来呢 就是刚刚好呢 就是一个三层四的尺寸 可以使用它 如果呢 我的照片呢 是尺寸不一的时候呢 就像这个有直的 有横的的时候 那我选择是这样子的 户套的时候 就是有直的有横的 户套的时候呢 我选择的图卡秤纸呢 就是最好像这样子的 有六层四的 然后也有小张的 可以使用它 当然这个小张的部分呢 三层四的部分呢 合并成一张 也可以当成是一个六层四的来使用它 所以你的你的作品如果是属于多尺寸的 而且方向不易的时候呢 你最好选择的是这种多样的图卡秤纸 它就可以方便使用 像这个 所以我们的 这个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应用 然后这个是三层四的 三层四的 就是像这样子的应用 然后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六层四的 配的就是像这样子的 护套 还有呢 这样子的秤纸来使用它 希望以上的分享可以方便大家选择 自己所需要的材料 然后让你快速可以完成你的每篇作品 谢谢大家